前天晚上的七点多钟,从素签来南京探亲的刘小姐在荷叶路290号附近逛街的时候,被一家美容店的工作人员喊去做免费的体验,结果这一体验却遇到了麻烦。 刘小姐说,美容店的工作人员说,他们正在搞十周年电竞,可以免费帮顾客护理一次。 刘小姐被拉到美容店后,工作人员一开始说免费美容,然后又向她极力推荐美容产品,让她花钱来买。 就这样,原本说好的免费体验,最后店家竟要刘小姐买单10600元。 越想越觉得受了骗的刘小姐当场报了警,而民警到场后发现,这家美容店被投诉已经不止一次了。 在民警的协调下,刘小姐为已经修好的眉帽买了4000元的单,而店家全额退还了还没有打开的化妆品7000元。 目前,民警正在将这家美容店涉嫌欺诈的情况向麦高桥工商部门举报。 工商部门表示,将着手调查,一旦属实,将对其严厉处罚。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。 根据销法规定,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。 这家黑店涉嫌虚假宣传和强迫消费,刘小姐完全可以到当地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,并且将付出去的4000多块钱也一并拿回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